连战倒数不到五天 蓝营九号在嘉义决战 从白天车队扫街 到晚上造势大拼场 现场涌入将近三万名支持者 而侯友余则是呼吁选民 集中选票下架 贪腐政权 国民党要选民不白头 柯文哲则是用力顾票庄 南部行程最后一站 来到台南善话夜市 支持者排队抢跟柯文哲合照 人潮挤得水泄不同 还有柯粉边拍边直播 气氛热烈 不只有年轻族群 还有长辈出来相挺 甚至全家大小一起出动 这一次投票 也许你应该找个机会 跟你的儿女讨论看看 也许这是一个 亲子沟通的机会吧 另一头民进党赖清德 到南投竹山镇 举办大型造势晚会 选战最后关头 赖清德狂喊要拼国会过半 民进党在国会一定要过半 引擎才会够力 过去立法院嘲笑也大 国民党在程序委员会 阻挡台湾发展国防 总统立委选情紧绷到极点 蓝绿白三方阵营各自拼场 不只空战过招 陆战油门更是催下去 要拼胜选 记者综合报道